人生无常,朋友就像是行灯,总在你最迷茫的时候,为你指引方向,但是,人心最是复杂。 人与人之间相处,感情是深是浅,往往需要时间判断。 《白夜行》中写道,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,一是太阳,二是人心。 繁花似锦时,围绕在你身边说说笑笑的人,不一定是真朋友,落难之时,肯不顾自己安危,也要拉你一把的,才叫兄弟。 很多朋友,看似在一起,可以抱团取暖,其实,是在利用你。 人与人之间交往,是真心,还是假意,一眼能看出来。 如果,在相处时,对方不能给予你尊重和认可,不愿意帮你,不能给予你理解,往往他就不会成为你真正的朋友。 一个人对你再好,如果无法给你这几样东西,都是假真心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为您讲述更多为人处事之道。 第一,给不了你尊重。 东野归吾说,人性最大的恶,是见不得别人好,你永远不会知道,那些生活中看似亲密的人,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。 假真心的朋友,与你相处时,给不了你尊重,会时不时打击你,嘲讽你。 对你一味强行打压,轻视你,嘲笑你,这种朋友,表面上也许会关心你,但是实则行为,却在伤害你。 与假真心的朋友相处,不仅得不到真正的关心,还会让你的内心受到深深的伤害,情绪被负能量所消耗。 真正的朋友之间,能看到你的优点,也能清楚地指出你有哪些不足和缺点,即使,想要对你提意见,让你变得更好,也会先顾及你的感受。 他不会直接说,你不行,你这辈子也做不到,而是会列举出事情实施起来有哪些风险和困难。 也会真诚地指出,你的能力在哪些地方不足。 真正的朋友,会给予你尊重,在提建议的时候,会注意场合和气氛,也会在交流的过程中,有鼓励和支持。 第二,给不了你信任。 信任是,我对你真,你绝不欺骗,我交了心,你绝不辜负,把钱借给你,不怕你耍赖,在你身上赌,不怕你伤害。 有了信任,才有毫无防备的感情,牢不可破的关系。 不管是爱情,还是婚姻,信任是第一位,如果没有信任,再好的感情,也无济于事。 当信任,得不到信任,就像你给了别人一把刀。 它可以帮助你,也可以伤害你。 鱼信任水,水却煮了鱼,烟信任火,火却点燃了烟,夜信任风,风却吹落了夜。 信任是一种责任,更是一种担当,小鸟对大树的信任,才敢停留栖息,小鱼对河流的信任,才敢游来游去。 一个人对你再好,如果没有信任,也没法长期在一起,信任在,情就在,信任断,人就散。 一个人对你再好,如果没有信任,即便尊重,也是虚伪的客套,即便包容,也是痛苦的妥协。 一个人对你再好,如果没有信任,就无法真诚相待。 也无法获得真情,表面看似对你再好,其实,心里都是另有打算。 一段感情,若是缺失了信任的底线,那么就是再努力,也找不回最初爱的纯粹。 夫妻关系再好,没有信任,婚姻就充满了猜疑,一点小事都会疑神疑鬼,瓦解所有的关系,家庭变得分崩离析。 爱,最好的证明,就是信任,对一个人再好,没有信任,都不是真心的好,也得不到别人的认可。 只有信任你的人,才会交出一颗心,没有距离,没有猜疑,才能把自己真心托付,才是真的对你好的人。 第三,给不了你理解。 一书说过这样一句话,城市中人,看似光鲜,其实各个暗藏漏洞,高棚满座,客似云来,然而真正能倾心交谈的,却未必有三两个。 假真心的朋友,看似于你很亲厚,可是他却未必懂你的心,在谈话时,给不了你理解,没有共鸣。 他永远不明白,你为什么那样执着,不明白你的选择,无法真正站在你身边,支持你,维护你。 一个人,不理解你的想法,无法与你产生灵魂的共鸣,其实是因为他不曾用心善待你,并且,从心底不认可你。 时常觉得你做的选择是错的,希望你按照他的思维逻辑去做事,这样的人,与你气场不合,始终不会与你走到最后。 道不同,不相为谋,对于不理解你的人,不要再强求。 生命中,只有越在乎你的人,才越会与你有共情力,无论你做什么选择,他们总是能很好地理解你,支持你。 真朋友,才能真正做到与你换位思考,做到真正懂你。 第四,给不了你安全感。 安全感,是一种感觉,一种很踏实,很放心,很温暖的感觉。 一个贴心的爱人,不会对你发脾气。 会用心呵护你,照顾你周全,在生活中给你最大的关爱,你就可以体会到安全感。 一份稳定的工作,可以让你在这个社会有立足之地,给你足够的自信,开启自己的人生之路,你就可以体会到安全感。 有些安全感可以自己给,但有些安全感自己给不了,比如感情。 张爱玲在《陈香谢第一炉香》中写道,我爱你,关你什么事,千怪万怪,也怪不到你身上去。 张爱玲爱湖南城,却爱到了尘埃里去,她把所有的慈悲都给了她,却换不来她对自己的爱。 开始的时候,她对张爱玲的遇见,是小心翼翼的,因为张爱玲太漂亮,打扮太精致了。 她向张爱玲索要一张照片,背后写道,见了她,她便得很低很低,低到尘埃里,但她心里是欢喜的,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 张爱玲为了她,什么都不在乎,而在收到她的来信中,她提到了所有人,讲述了自己多么精彩的生活,唯独就没有提到过她,也对她没有丝毫的关心。 每封信都是来说自己的生活,但是她的生活里,并没有想到把张爱玲带入进去。 所以,张爱玲知道,这个男人并不爱她,她只是爱自己而已,给不了她安全感和未来。 一个人嘴巴上说对你好,却给不了你安全感,让你患得患失,胡思乱想,这都算不上是真的对好。 真正对你好的人,会主动给你安全感,不会束缚你的自由,却会滋养你的灵魂,不会没理由不理你,更不会在你面前玩套路。 真正对你好的人,会照顾你的情绪,也会帮你一起消除负面情绪,你能感觉到他努力的背后,都是对你好。 真正对你好的人,会给你足够的安全感,让你感受到的是快乐,让你体会到的是幸福。 一个人对你再好,如果给不了你安全感,也就给不了你幸福。 没有安全感,再好的感情,也会随时崩塌,会因危机,也会随时都会爆发。 一个人对你再好,如果给不了安全感,都不是真心对你好,再爱都要放弃,他给不了你幸福,更不值得你付出。 人与人之间相处,情感都是相互的。 一个人,若总是从他身上感觉到负能量,总会在他那里受到打击,那么,这样的人,未必是用真心待你。 患难之中见深情,交友时,不要把泛泛之交,都当成朋友。 真正能在你低谷期,还不离不弃,支持你,信任你的人,才是真心对你好的朋友。 当与朋友无法达成共识,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时,不必委屈自己去迁就对方,人生在世,疏远那些消耗你的假朋友,善待真心待你的真朋友。 人这一辈子,遇到任何人,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,遇到不理解自己,不合拍的朋友,不必气恼。 迎来送往,皆是成长。 即便 感谢观看